我会有些情绪 会让你也不舒服 它都是因为我在乎你 对不起 不收起来 好不好 你跟我没话说啊 我要说什么 你是刚刚接了方笑愚回来吗 我发现你从来不喜欢听我的 那你有听过我话吗 我马上叫我回家来 你还因为这个小事给我闹别扭 怎么这么着急回去了 舍不得我走了 没有 就是问问 所以 你是来道歉的吗 为什么道歉呢 那你来干吗 老板 还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道个歉会死吗 你开口游我肯定游下来呀 怎么会有女生喜欢她呢 孟小姐 你跟宣哥聊好了 我慢点说啊 宣哥这几天正为和SLC的MIA 开生意的事发愁呢 你说你们两个要能早点和好的话 她就少了一个心事 是吧 她这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她还是睡眠不好吗 她也不是睡眠不好 就是事太多了嘛 国内 国外一大堆事 对了 你是不是在SLC啊 又不然你跟MIA说一声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店员 我怎么能见到CEO啊 好吧 你说这个MIA也不知道怎么想啊 宣哥已经找她好几次了 她就是不见 而且上次还去你们店里找了你 但是你们店长说你不在 她去店里找过我 对呀 你们店长没跟你说吗 那可能 可能她胖了吧 宣哥 聊我什么了 没什么 你是惹她生气了吧 朱利亚 你不是在SLC啊吗 没有 她会明天明天明天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走 明天啊 咱们还得再去找一趟MIA 哎 哥 你说这刘备啊 三顾茅庐就请到诸葛亮了 咱都拜法咪多少次了 这怎么就那么贴实心诚啊 你是不是没有听过什么叫 今诚所致 今时未开啊 他真是太难见了 愁走我了 哎 哥 咱要不要去看看沐小姐 你怎么回事啊 关你屁事啊 不是 您看 您天天在工作上对吧 就偶尔去一下了 撞回去别偷看我手机 哎 哥 去哪儿啊 找孟菲啊 哦 好 沐小姐 你先上去吧 沈哥在那边等你了 我帮你停车就好了 上去吧 拜拜 张晟菲 张晟菲啊 我说不上去吧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啊 你发了风轿我看到了吗 什么朋友圈啊 而且是因为我太高兴了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妈的事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举手之道 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小事举手之道 但对于我也是一件大事 我女朋友真好 她一直帮助我想着我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 可能对于有些事情 不会有些情绪 不然你也不舒服 她都是因为我在乎你 对不起 不收起来好不好 其实我也没有怪你 确实方笑语有的时候开玩笑 特别没有分寸了 我向你保证我会跟她保持指定的 不再让你误会 我谈完了工作之后就要回去了 但我一有空就会过来看你 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回吧看我 会不会太辛苦了 看你还辛苦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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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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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